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中共市領館和組織對美國各級政府的滲透 已經遍佈美國 蓬佩奧指出 很多國家都希望能夠影響美國和美國的政策及文化 這是沒有問題的 美國不會擔心意大利某協會 或者愛爾蘭人組織等等 但中共市領館及相關組織有著邪惡的目的 蓬佩奧認為美國地方政府是容易被中共滲透的薄弱環節 他舉例說 加州政府曾在中共舊金山領館施壓下 取消有關法輪功的決議案 蓬佩奧點名稱 紐約的中領館在滲透美國方面非常活躍 紐約市華裔藏族警察昂旺為中共做間諜而被捕就是證明 蓬佩奧還點名中共所謂姊妹城市項目 蓬佩奧呼籲各地方政府提高警惕並互相提醒 蓬佩奧說 國務院正在審查 兩個中共在美國的統戰組織 美中人民友好協會 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這兩個組織對美國公共事務領域廣泛滲透